欢迎您查看CDT视角的百科词典 康辉经济学 2023年2月20日 央视新闻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则短视频 央视主持人康辉介绍了一份名为美国的霸权 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报告 报告批评美国滥尸五大霸权危害事件 在提到金融霸权部分时 康辉如此举例 美国凭借着一张成本只有大约17美分的百元美钞 就让其他国家向美国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又是什么呢 这段有违经济学常识的内容最终惨遭翻车 被网民犀利吐槽 例如有网友调侃这是什么原始部落发言人 这差不多有百度弱智八的水平了 这稿子怕不是包子亲自写的吧 由于这个荒谬的内容出自主持人康辉之口 因此也被称作康辉经济学 根据经济学领域的货币原理 纸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 而是一种货币符号 其代表的货币价值是由国家定义的 是国家信用让废纸有了价值 纸币本身的印刷成本是非常低的 曾有知乎用户推测 100元人民币批量印制的成本 大约只有12美分左右 有网友说 目前国际交易对于美元的强势需求 恰恰反证了美元的货币信用得到了广泛认可 否则为什么黑白两道交易都认可美金 但是不认人民币呢 我非常愿意用我的百元红票 去换只值17美分的百元美钞 据查 这段视频所引用的原报告还登在了外交部 央视网等网站上 从其原文来看 它大概是想借助币税的概念批评 所谓的美国经济霸权 但从视频最终的反制宣传效果来看 这一部分内容被明显地省去了 以至于给了不少网民一点小小的逻辑震撼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投稿地址请建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cdt.media